长期以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因为它的有条不问 还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方法 愿病毒跟其被备受吹崇 这一次病毒让美国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CDC的反应速度、检测跟监视也显得非常的滞后 更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质疑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CDC一直以来是全世界最受推崇的公卫机构 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也都试图效仿 甚至还有国家采用相同的机构名字 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时 CDC仍以惯常步伐行动 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传播如此之快 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CDC试图通过成就的基础设施 以及过时的方法去处理 除其CDC未建议戴口罩 部分原因是联邦科学家花太长时间才认识到 该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 现在面对迅速传播的Omicron变种病毒 CDC主任瓦伦斯基博士跳过大部分传统的科学审查过程 匆匆做出决定 最近一次是缩短受感染者在美国的隔离期 对一个主要由医疗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来说 改变并不容易 然而CDC之外的其他人还是赞扬瓦伦斯基缩短一个艰苦的过程 并采取务实的方法来管理国家紧急情况 他们认为即使数据不清楚 且机构研究人员仍不确定 他继续前进则是正确的 在2009年H1N1流感病毒爆发期间 担任CDC临时负责人的贝色博士说 大流行中的政策考虑不是CDC的唯一权限 但是他补充说 当政策和经济推动机构建议时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明确 前总统川普的行政进行干预模式之后 拜登总统上任时承诺 要恢复CDC的独立性和严谨科学的声誉 法伦斯基主任现在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才能向公众传达 科学研究还不完整的 但是我们目前最好的建议这一信息 未来在后疫情时期 对CDC的作为和处理公共危机能力 将有越来越多的讨论 中天中望 准利报道